同学们大家好啊 那么我们又开始录视频吧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 OSPF这个协议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那么常见 OSPF呢 它属于动态路由协议的一种 这个协议的全称叫什么 叫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名字太长了 记不住是吧你们 没关系啊 你不用记住他 你就知道在OSPF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开源的一个开放的协议 这个是什么 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品牌的设备上运行 因为它是个开放协议嘛 对吧 所以呢他不挑这个这个设备品牌 公有的 你别管是思科华为瑞捷华三都能用 所以这点比较好 兼容性的比较强 它属于动态路由协议里边的一种 就是上节 我这个上一次视频啊 你们没听的可以听一下 这个动态路由协议 我们在一个大型的网络中的每台设备上都要运行 然后让设备和设备之间的彼此之间自动的交互信息 好 适用于中大型网络 那么OSPF呢 它在这种动态路由协议里边呢 它的使用频率呢是No.1 最高的 是最高的 就是最常用的这么一个功能 为什么呢 呃 就两个点 一个是它是一个开放协议 刚刚提过了 对吧 不要钱嘛 各个品牌都能用 这很好嘛 第二来说呢就是选择路径呢 标准的还是比较精准的 呃 因为我们提到过说 在每台路由器上运行完这种动态路由协议呢 它会自己的去计算出来 到达每个目的地的最优的路径 也就是它是自己算的 自己来计算的 就是说你不需要人为的算 那么它计算的标准是什么呢 带宽 啊 就是哪边带宽大 我就走哪边 好 它里边人家有个开销值 是根据带宽算出来的啊 这么个开销值 然后呢 也就是说白了 总结一下就是带宽越大越好 那么带宽越大越好呢 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中呢 和这个网络的情况下呢 就说呢 呃 基本上是可行的 对吧 因为带宽为王嘛 带宽越大就是越好啊 所以它基于带宽来计算所有的勾计 好 那一是开源啊 开放 二呢 就是选物标准的是比较明确的啊 是比较正常的 好 所以这两点呢 就决定个OSPF呢 在整个项目中的这个使用频率呢 特别的高啊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协议 OSPF是一个 你甭管是干工程师 还是说你是考这个HCIP HCIE这些华为证书 都必须要懂的一个技术啊 就是 这可以说是一个必修可啊 就是一个必懂技术点啊 这个大家有一定了解 还是挺重要的啊 在企业网当中的用的也挺多 尤其在企业的那个核心和汇聚之间啊 在他们之间用的还是挺挺常见的 好 呃行 那咱们这个点咱就分享到这儿啊 如果大家有想了解更多的内容 可以私信我 这个联系我的小助理 或者评论区留言啊 咱们下一期继续分享 好吧 同志们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同学们 拜拜